6月6号是全台反空气污染日 南投的公民当然也不缺席 由南投生活愿景工作室 还有普里PM2.5空污自救会 联合发起的反空污活动 在中兴新村是设置了大型的装置艺术 目的是要让更多人了解PM2.5对人体的危害 同时既有活动希望能够唤起政府 对空气污染的重视 进而照顾全民健康 6月6号是全台反空气污染日 南投的民间团体为了要共同响应这个活动 在中兴新村的一间餐厅外面 布置了一个大型的装置艺术 希望可以让经过的民众了解PM2.5 对我们健康的危害 普里已经有资救会在去年底就开始联合 那他们也一直有一些相关的活动 那其实民众对于PM2.5的公司已经很认识 那南投的话我们还希望再有更多的人来得行 所以说我们简单做了一个大型的装置艺术 是只有来自工业区 在生活上就产生很多PM2.5的部分 比如说什么呢 有的农民比较不清楚 它露天燃烧造成很多PM2.5偏高的一个状况 那比如说我们烧纸钱啊 平常烧箱啊 我们平常使用的一栋软燃气机车 有的气机车并没有第一期的维修保养检测 造成有一些污染车的一个状况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PM2.5很大的贡献 现场除了大型的装置艺术 主办单位还有印文轩 也提供许多相关的杂志 要用来看展的民众更加了解PM2.5 主办单位希望政府可以有好的应变措施 来管制空气品质 希望说县府这里可以有一些更积极的做法 那像这里现场有很多是普通的朋友 帮我们收集的一些小朋友啊 还有一些是家长你们的新生 对 就是对于说空气污染 希望说县府能够有一些具体的做法 可以管制大家的空气品质 主办单位也收集了许多民众的心声 将他们贴在墙上 希望可以收到政府单位的重视 许多名义代表也都来到现场 他们还一起讨论空气污染防治的相关措施 希望南投好山好水的好民生 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记者吴维迈 南投县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